黑熊被未知生物斩首 并将四肢分别丢弃在远离案发现场的各个角落 黑熊的头颅则被刻意的摆在一堆树枝和乱石之上 更为诡异的是 黑熊的躯干则不见了踪影 而这也只是黑熊被害的一个开始 今天这期视频可能有些恐怖 小孩子请在家长的陪伴下观看 女孩子请在男朋友的陪伴下观看 没有男朋友请在评论区留言组团观看 跑到言归正传 这次事件发生在1990年的美国皇室国家公园 美国皇室国家公园 不仅拥有世界最大面积之一的森林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之一 光温泉就有一万多个 公园有超过1100种的原生植物 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 虽然每年会有百万游客来到这里 感受人与自然 但是在皇室国家公园中 仍有一部分区域是未向游客开放的禁区 那里才是野生动物为真正的家园 而这次事件就发生在远离游览区 一个叫胡德西的区域 这里是美洲黑熊的栖息地 戴维·马特森是一位生物学家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来到这里 观察野生黑熊的生活 进入丛林后 马特森首先围诺了一股 令人难以喘息的尸体腐败的味道 紧接着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 令他毛骨索然 一颗黑熊的头颅 被摆放在一堆枯树枝上面 四周还散落着石块和黑熊的皮毛 黑熊的躯干却不见了踪影 马特森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有偷猎者来到了这里 并猎杀了这一头黑熊 至于诡异的头颅摆放方式 可能是出于某种恶作剧的想法 但是接下来的观察 让马特森很是费解 头颅的脖颈处 并不像被任何力气切断的 更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 硬扯下来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 头颅下面的树枝 还掩埋着各种形状的尸体残骸 像是进行过某种遗事 在随后的发现中 马特森基本否定了 被猎人猎杀的可能性 因为在距离头颅大约100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只黑熊的断掌 熊掌是猎人引以为豪的战利品 没有一个猎人会把这个战利品随意丢弃 根据熊掌以及找到的身体残骸判断 受害熊应该是一头体重 在90至100公斤的成年雌性黑熊 如果凶手不是人类 那么还有谁有能力 在黑熊的地盘 将一头接近100公斤的黑熊杀死了 马特森猎出了在胡德西附近 与黑熊有交替的集中猛兽 凶猛的狼欢 有捕食猛兽幼崽的能力 但是面对体型超过自己十几倍的成年黑熊 狼欢也得躲着走 喜欢多来多往的幽灵杀手美洲狮 也极少会与其他大型食物动物教授 他们更喜欢捕食有题类食造动物 还有一个嫌疑人有极大的可能性 并且有能力杀死一头成年黑熊 那就是善于团伙作案的狼群 但是在随后的发现中 狼群的作案嫌疑也被排除了 因为马特西找到了案发现场 并推演出了黑熊遇害的整个过程 受害熊正在自己的活动区域觅食 这时凶手闯入了黑熊的领地 受害熊发现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逃跑 足以见了凶手自在某种强大的气场 当受害熊跑出大约89米的时候 准备爬上一棵松树逃生 但是被凶手直接硬生生的拽了下来 此时的黑熊依然没有选择与凶手搏斗 而是继续逃命 受害熊再次爬上第二棵树 在这棵树上留下了他对希望做出的最后努力 但是由于实力太过悬殊 受害熊几乎没有机会做太多的反抗 就不过挨栽了 那么凶手必须在力量体型还有实力 都能完全碾压这头接近100公斤的黑熊 在黄石国家公园 还有两种大型猛兽是具备这样的实力的 第一种是体重在200公斤以上的雄性黑熊 黑熊之间的争斗多发生在6到8月份的繁育季节 为展示熊风 通常会进行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 这种战斗多数会在一方认输后就会结束 极少发生死亡事件 即便出现了过失杀熊的情况 也都是死有完事 而现在的季节属于深球 更何况死者还是一头母熊 所以黑熊几乎没有作案的嫌疑 另一种就是成年的美洲棕熊 而这种可能性被马德森直接否定了 因为棕熊与黑熊处在不同的活动区域 而且在黄石国家公园近60年的记载中 棕熊与黑熊从未有过任何交际 就目前来说 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一头棕熊离开他的舒适地 跑到并不熟悉的森林 去猎杀一头黑熊的作案动机 想到这里 马德森的冷汗已经流了下来 难道黄石国家公园还存在一种未知 且异常强大的生物吗 直到第二起黑熊遇害的出现 一个被一直忽略的凶手才慢慢浮出水面 黑熊接连遭受未知生物袭击 行凶者手段极其残忍 第二头黑熊死后竟被剥皮 两起黑熊遇害是否为同一凶手所为 距离第一起黑熊遇害19公里处 又发生了第二起成年黑熊死亡事件 整个案发现场的范围非常大 附近200米内散落着黑熊不同的残骸 其中一处地点 熊皮被平整的扑在地面上 而不远处发现了黑熊的两条腿 熊皮被退到熊掌处 腿上的肉已不知所踪 只剩下三森白骨 随着越来越多的残骸被找到 调查人员通过骨骼与熊掌判断 受害熊应该是一头体重大约在 150至200公斤左右的成年熊性黑熊 与第一起事件不同 从现场痕迹来看 这头公熊在遇害之前 曾与凶手发生过惨烈的搏斗 在那对手实在太过强大 最终还是没能幸免 调查员勘查现场时 发现了凶手作案时 遗留下来的一节断纸和一撮毛发 经过核对 这竟然是属于一头棕熊的 难道凶手真的是一头棕熊 一头成年棕熊的体重 可以达到300到500公斤 几乎是黑熊的两倍 而且生性凶猛 是有能力杀死一头黑熊的 但是咱们前面讲过 黑熊与棕熊 无论是栖息地 还是饮食结构都大不相同 据记载 从冰川时期开始 棕熊都是生活在开过的平原草垫 而黑熊也从未离开过森林 据黄石公园记载 近60年间 公园里的黑熊与棕熊 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他们一直保持着 互不侵犯的自然平衡 如果凶手是棕熊 又是什么原因 打破了这种自然平衡 如果凶手不是棕熊 那么遗留在案发现场的 断织与毛发 又怎么解释呢 调查人员带着种种疑惑 假使小飞机 在附近区域寻找这名作案潜逃的凶手 终于在距第二案发现场 往北 10公里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一头闯入丛林的美洲棕熊 根据这头棕熊 幼长缺失的脚趾判定 第二起黑熊遇害现场的 断指与毛发 就是这头棕熊的 经过调查人员 后续几个月的全面调查 所有谜团 最终都被逆一解采了 这件事情的起因 要从两年前说起 1988年 胡德西区域的森林 突发一场自然火灾 森林植被被大火严重破坏 而机器在森林的动物美 不仅面临家园被毁 还要面临后续几年 食物短缺的严重问题 当地林野菊 为让森林快速焕发新生 筛选出几种 此区域动物喜欢吃的植物 用飞机空投了 大量的这些植物的种子 而这些大量优质的食物 吸引了大批森林以外的 食草动物来此地觅食 棕熊虽是杂食性动物 但是每年的深秋 棕熊的肉食需求量 就要达到80%以上 因为只有大量的肉食 才能让棕熊身体 迅速堆积起大量的脂肪 来应对接下来 长达6到8个月的冬眠期 而这些平原上的肉肉 都被吸引到了森林里 棕熊跟随着也来到了森林 接下来就发生了 第一起黑熊遇害案 棕熊杀死并吃掉了 一部分黑熊的身体 剩下的躯体则被藏了起来 这是棕熊的一种注食行为 棕熊通常会把吃不了的食物 用树枝树叶石块等东西 掩藏起来 它们甚至会把大块的食物 分割开放在不同的区域掩藏 而猎物的四肢 头颅以及皮毛 则不在它们的食物范围之内 所以会被随意丢弃 至于第一起实验中 黑熊头颅诡异的摆放位置 从头颅下面找到的黑熊残骸 也能解释出棕熊这样做的原因 因为这颗头颅在它的认知里 并不在食用范围内 棕熊用树枝掩埋了食物后 为了保险起见 只是把头颅当作掩体 丢在了树枝上 虽然这种掩埋食物的方法 在我们人类看来是低级且可笑的 但是住食行为 已经是动物们智商提升的体现 到这里黑熊遇害爱 全部真相大白了 这件事也刷新了人类 对棕熊这种强大生物的认知 而人类自认为做出的好事 说不定就是为某种动物 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好的 今天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